2024年6月8日,大脚新人理事会,最重要的事情,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现在你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值得你们感觉良好的事情,而你们是否感觉良好确实取决于你们是否专注于这些事情,或者你们是否专注于缺失的事情或感觉不太好的事情关于你们的生活。 你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感受,而你们的感受就是你们的振动方式。 因此,你们可以决定你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你们的振动就是一切。 你们有一种独特的振动,你们是振动的能量,作为一个独特的能量存在。 你们的振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们所经历的事情, 因为这是你们在地球上真正应该掌握的。 你们应该更有意识,更意识到你们正在振动什么,你们正在感受什么,你们正在思考什么,你们正在关注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作为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环境反映给你们即将发生的事情和缺失的事情。 这些是你们的反思,告诉你们你们一直在振动,以便你们学习和做出调整。 你们始终可以进行路线修正,以帮助你们更好的与你们想要的事物保持一致。 所以,问题仍然存在,你们什么时候做呢? 你们是否必须等到事情变得非常糟糕才做出调整? 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有些人必须尝试其他一切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振动。 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有振动并且振动相当低,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上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你们感到难过的。 你们总是可以做出决定,你们总是可以决定如何看待你们的生活环境,而你们如何看待他们也将决定你们在那一刻的振动。 每一刻都包含着一个选择,你们可以选择你们专注的焦点以及如何专注于它,这将改变你们的生活,因为它会改变你们的振动。 现在,你们的一生和每一世都只能活在更高振动的状态吗? 当然不是,你们应该能够接触到所有的振动,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 有时候悲伤是一种美,有时候生气也是适当的,有时恐惧对你们有用,那么你们是否打算一直避免所有这些低振动情绪? 你们已经知道答案了,但你们也应该注意这些情绪对你们的感受以及你们的振动方式,以便你们做出修正。 它确实有助于认识到你们的振动很重要,而且它确实有助于你们了解你们正在创造你们的现实。 有些人会尽可能地拒绝这个真理,但这是这个宇宙的法则。 一旦你们接受了它,你们就可以开始在你们的振动中工作,照顾它,更频繁地注意到它并有目的地提供它,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你们想看到的东西的反射。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做这件事,而且做得很漂亮,我们也知道总是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并且你们将会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将在第九维度支持你们的每一步一路上,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4年6月8日,地球守护者,扬声是我的现实,传导Jan Jake Esso,译者扬声传导。 不再走弯路,不再浪费时间,不再走弯路,不再分辨真假,这就是扬声前的最后一段旅程。 亲爱的医们,你们在神的手中,你们是造物主的孩子,你们是灵中之灵,心中之心,因爱而生的存在。 现在是你们意识到自己是谁,以及真正把你们带到地球的时候了,现在是你们鼓起勇气,对所有末日预言家都给出清晰明确的答案的时候了。 我就是我,我就是真理和生命,扬声和复活是我的现实。 末日场景只留给那些在这些场景中思考,感受和生活的人,只有那些不再想克服自己的成事和信仰, 并以悲观的眼光看待事物的人才会经历他们的最后一天, 借时心的痛苦和磨难将命运般的降临在地球上。 你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你们内心的感受如何,你们暗自的想法如何,这些东西决定了你们的命运。 但如果没有你们的参与,不利的命运永远不会降临到你们的头上,一切都来自于你们内心的诚实和信念。 你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和想法创造了一个适合你们的世界。 你们看着当时的事件感到被证实,其他人用眼睛看着当时的事件也感到同样被证实。 这意味着你们的感知决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透过人类意识才能获得意义和现实。 它们不是脱离人类的现象,而是与人类意识相关的。 这意味着,一,你们看到的东西是你们的意识的结果,而不是你们的眼睛的结果。 二,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是你们内心诚实的结果,而不是不可避免的,预定的命运。 三,重要的是你们是谁以及你们对他的认识程度。 坚持,稍等,所以,紧紧抓住,亲爱的医们,坚持你们的神性,你们的独特性,你们的意识,坚持你们的灵魂向你们揭示的道路和你们的内心为你们提供的可能性。 地球上这场伟大游戏的结局将是美好的,光明的,崇高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不要怀疑,并继续坚定不一定与上帝建立完整,充满活力和爱的联系。 你们的创造者了解你们,你们的创造者知道你们的需求,你们的创造者介入你们的生活,目的是神与人同在,住在人里面,透过人生活。 那些充满世界末日情景并不断用负面报道为养自己意识的人将会经历一种堕落,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堕落。 事实是,人类的扬生和复活正在发生,而且现在就正在发生。 清晰的意识知道这场比赛的方式和结果,除去你们意识中的迷雾,你们就会获得安全感。 现在需要安全来体现新的并消除地球上的所有不人道行为,正如你们透过你们的思想和感受决定过去一样,你们也决定你们的现在和未来。 你们的力量是伟大的,亲爱的人类,利用它,让新地球能够在你们之内诞生。 在无限的爱中,地球守护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